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已于2021年9月7日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村农业部 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与索阳一起被列入这本保护名录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共有455种和40类之多 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54种和4类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401种和36类 在我们西北除了索阳 常见的甘草 肉葱绒 发菜等野生植物 其实都在明露之内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非法采罚 毁坏 收购 加工 运输 销售这些珍贵的野生植物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都有可能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让自己收获违法犯罪大礼包哦 真是不了解不知道 一了解吓得小心杆砰砰跳啊 亲们安的家人们 快回吧快回吧 野生的植物咱可不能随便采 保护野生植物 您我共同参与